各位朋友大家好呀 這個是VOLVO S40的水棒補 這個是舊款的S40 可以看到旁邊都有這種水垢 水鏽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水棒補啦 水棒補呢 這外面 會接一個普利盤 或是皮帶盤 就像這個樣子 就像這樣外面會有一個皮帶盤 被驅動 那他就會轉嘛 那他會轉 然後我們的這一根是銅軸 這邊中間有軸層 那這個水棒補的葉片呢就會跟著轉 轉了之後就會就會有這個 就會有這個水棒補就會有動力啊 將水輸送到我們要冷卻的地方產生水流 才要進而冷卻 作用原理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水棒補是因為漏水才要做更換 你可以看到這個裡面真的是非常的 這個生鏽也非常的嚴重 所以有車友跟我講說不用加水香精什麼的啦 我在想自己看嘛 到底需不需要加水香精 加水香精都還會生鏽了 冷卻液都會生鏽了 那不加什麼狀況 我遇過 我遇過不見的啦 就是不見的 就是有一些東西 比如葉片 生鏽到不見的 那像這個 做蜜蜂的就靠這個 O-ring 這個大條的O-ring 可以看到這一邊是扁掉了 所以他這一邊露的話就特別兇 整個都是結晶 好啦這就是水棒補的作動原理啦 那 簡單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至於要不要用水香精呢 會用冷卻液 在個人喔 問我的話我是一定要用的 不然長得像這樣子就跟長瘤一樣啦 這個水溫會正常 才怪 掰掰